哈里王子出生在英国王室,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梅根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家庭,从小也吃穿不愁。 结婚后,梅根和哈里王子一起住进了豪华的宫殿里,他们现在却在抱怨自己住过的英国皇家住宅太寒碜了。 梅根和哈里王子在他们的王妃纪录片中拍了他们在肯辛顿宫的诺丁汉小屋的旧剧。 威廉王子和他的母亲戴安娜王妃都曾在肯辛顿宫生活,但梅根竟然说这里不适合年轻人居住,阿姨才住这。 尽管哈里王子的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将诺丁汉小屋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哈里王子,但这对夫妇对他们的皇家住宅进行了抨击。 在网菲公司推出的重磅剧集《哈里和梅根》第四集中,梅根形容她很小。 梅根说道,这听起来很有气派,但诺丁汉小屋太小了。 哈里王子接着说,小屋太倾斜了,天花板很低。 哈里继续说道,在人们看来,我们住在一座宫殿里,但我们住在一间小屋里,宫殿的小屋里。 梅根接着说,哈里王子因为个子太高,头经常会撞上天花板。 这段视频播出后,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对夫妇,人都快冻死了。 这两个忘恩负义的贪婪的白痴小丑。 梅根和哈里抱怨诺丁汉小屋,该建筑曾经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家,他们以为自己是谁。 他们之前在执行公务时还住在那儿,现在他们却在抱怨诺丁汉的小屋有多小。 给我诺丁汉小屋,我将把我的一生奉献给服务人民和照顾马匹。 非常感谢。 太棒了,梅根认为他真值钱,哈里是个十足的势力小人。 为了让人相信他们说的话是真的,这对夫妇甚至说,美国电视名人奥普拉,温福瑞被他们家的大小惊呆了,称他们说的话都没人会相信。 嫁入英国王室后,梅根便住进了女王赠送给他们的诺丁汉小屋,两个年龄加在一起快八十岁的人,现在竟然在抱怨,祖母送的大礼不够好,太寒碜。 试想现在多少人能在结婚前收到来自祖母的房产,大部分都是自己买。 都是成年人了,梅根哈里应该自己买房。 哈里在王室的工资不低,梅根做演员的收入也不低,为什么他们不自己买房,有房子住还在抱怨。 肯心顿宫如果那么差劲,那么戴安娜王妃还有威廉王子为什么住了这么久? 哈里王子不是在打母亲和哥哥的脸吗? 哈里在纪录片中曾提到,王室成员不能接受来自好莱坞的梅根,现在看来,不知道是不是梅根不能接受王室成员的生活,他们真是满嘴跑火车。 肯心顿宫的诺丁汉小屋,一定没有梅根哈里在美国的豪宅那么富丽堂皇,那里光浴室都有十六间, 可是梅根在结婚前,有机会住进这里吗? 加入英国王室后,梅根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他现在有豪宅住,过的生活更是奢侈,出门穿的衣服有的都上十万。 如果没有英国王室,梅根哈里现在一定过不了这么好的生活,他们竟然还在抱怨,说他们在王室居住的皇家住宅太小,真是太令人气愤了。 另外,一则消息是,哈里和梅根,这部纪录片的最后三集播出了,在其中,哈里越发肆无忌惮了,猛烈地抨击自己的父亲,哥哥甚至还有已故的祖母。 他指责王室成员们是在嫉妒梅根的名声,无法理解他们对爱和自由的追求。 显然,两个人已经毫不掩饰地表达出一种观点,王室全员皆恶人,而他和梅根则是受害者,反抗者。 此外,哈里还说出了内心深处的想法,梅根和我,比查尔斯,威廉,凯特更擅长王室工作,只不过他们是生而如此,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该批评他还是该同情他了。 尽管哈里梅根在刚刚高调退任王室的时候,得到了美国方面的认可和接纳,似乎是想要展示出他们有包容心,无论是媒体还是名人甚至是民众,都对他们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但现在,哈里梅根却在美国遇冷了,美国媒体报道了他们的纪录片,却几乎一边倒地持否定的态度。 在哈里指责哥哥威廉尖叫和吼叫之后,NBC的记者基尔,西蒙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天啊,他对他哥哥的评价,你不得不发出疑问,威廉今天早上会想些什么? 而和他连线的同台记者戴希,麦克·安德鲁则是猛烈地抨击了哈里,因为在处理和家人的关系时毫无愧意,只想着怎么诋毁对方。 CNN的记者马克·弗斯特声称,王室现在必须对哈里和梅根在纪录片中提出的非常严重的指控做出回应。 不过,马克可能会失望了,据王室方面传出的消息称,他们目前无意回应哈里和梅根,但显然这样做是正确的,毕竟哈里·梅根只是不断地抨击,却拿不出什么确切的证据。 这也是美国人觉得这部记录片无聊的原因,电台主播霍华德·斯特恩在节目中说,别再让我看了,这很痛苦,他们就像两个发牢骚的混蛋,节目很像卡戴山一家,但更无聊。 被认为秉持公正的美联社写出了这样的标题,哈里和梅根在网飞的最后一集中发泄着他们的不满。 福克斯写出了,哈里和梅根正在成为最令人讨厌的王室成员,这样的标题,副标题则是哈里跟随了他的曾伯父退位的爱德华八世,温莎公爵。 苏塞克斯夫妇以自恋、失踪和挑衅的态度,对抗着在全球广受尊重的王室,冒着留下更大敌意的风险。 内容中如此说道。 就连西班牙的报纸《国家报》的英文版也对纪录片发出了批评的声音,标题是,当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时候,文中指责他们添油加醋,说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话。 一直以来,CBS的主持人盖尔金都被认为是哈里梅根的同情者,哪怕奥普拉,温福瑞都消失了,他还在坚持着,不过这一次他也无法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了,也是跑到了另一边。 在提到纪录片的时候,盖尔金说,哈里和梅根一直说他们想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但现在看来这是危险的,同时他声称王室没有回应是正确的策略。 评论指出,缺乏亲情的人是不值得被同情的,何况王室对他们的付出,外界也是看在眼里的,反倒是哈里梅根所说的那些东西,人们看不到,他们也拿不出证据。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哈里和梅根的纪录片让全家陷入孤立境地。 二王子的这个纪录片倒是挺热闹,据说播放量创了纪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支持率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网评也是一边道的差评,于是乎,这个纪录片创造了播放量最高和新评等级最低的古怪奇迹。 这不但是公爵两口子始料未及的,我估计也让王室颇感意外。 哥儿姐这次可是下了血本,连老娘都被嫁出来摇旗呐喊了,可惜没人买账,没有他妈还好点,他妈一出场,大家都恍然大悟了,有其母必有其女,感情他们家的坏根在这儿呢,就一勺会的都给妈了。 而言这一代的王室专家们这次却格外的闲,都不用他们出场,网上的嘴涕们就自发地替他们把活干了。 哥儿姐说大嫂不愿意拥抱对人高冷,网友就放出来凯特亲民有爱的照片。 哥儿姐说他在王室只能穿被井板颜色的衣服,他那些不着调的红配绿就被刷了平。 哥儿姐说他被狗仔追着跑,万能的网友就扒出来他镜头造假,人家拍的根本就不是他。 按说一个人再不好,也有撒亲俩后的,但是在看待梅根的问题上,真是跨越了众下化现族,火急,融合了上流社会,中产阶级,底层民众,坐到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达到了空前一致的认知。 那就是,这个人真的太讨厌了,上一次让全市下化现界普罗大下化现众这么空前团下化现节的,我没记错的话,就是那个希希勒了。 别的不说,哥儿姐就凭这一条,也将成为很难被磨灭的历史记忆,以臭名昭著而名垂青史。 这就是这个纪录片到目前为止给哈里和梅根带来的结果。 用咱们的话来说,就是偷鸡不成十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鸡飞蛋打,得不偿失。 而这是不是王妃的故意而为,让这种粗制滥造的纪录片成为压垮公爵夫妇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觉得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毕竟金主爸爸只看头下化现资的收益率,至于当事人的死活,他们才不在乎呢。 况且失去了民心的哈梅,恐怕只能对金主更加地言听计从, 这对王妃来说,不致是一个好消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